早前,有报道指公联会对全港34个上车盘进行调查,一对月入共4万元的年轻夫妇,即使不吃不喝,最少要存4年积蓄,方可存到首期购买新界区小家楼,如换城市港岛区,更要1、2年零开支才行。 虽然香港楼价经人一早有共识,但再出现如此真实以下人的调查数据,委实令人感到香港房屋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。香港房屋问题必须尽快解决。这已是全社会共识。 请看以下一些政府公布的数据,香港连续10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城市。 普通家庭不吃不喝,2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。香港有约20万人租住在劏房。 龙屋,一般市民轮后公屋单位的平均时间达5.7年之久。 楼价高企不下,房屋供应紧张,市民无法安居落叶,必然对社区无法有归属感。 更对社会和谐带来直接威胁。特区政府官员时时刻刻,苦口婆心告戒市民要珍惜香港来之不易的社会安定。 如果房屋问题没有得到好好解决,市民以至年轻一代通过种种努力奋斗,仍然无法找到一处安居之所,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。 政府官员再多的良好意愿亦终归成空,管治亦变得越来越困难。 香港房屋问题必须尽快解决,这是影响民生的最大问题。 众所周知,香港已是亚洲著名国际城市,也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。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,本地人均生产总值已达到4.67万美元。 进入高度发达经济体行列,但是,联合国所制定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坚尼系数,2016年香港已高达0.54,远高于0.4的境界线,显示香港贫富悬殊的严重性,到了一个非解决不可的地步。 香港生活指数高,市民生活成本高昂,造成贫富悬殊严重。 其中一个成因就是楼价所衍生的公楼支出和租金。 已成为市民生活百上加根的最大负担。 不单止市民为公楼租楼负担折衣缩食。 每个月无法有任何储蓄,更有不少人忧虑失去公营房屋的各项资助。 害怕了升职加薪,甚至一些违合资格申请公屋单位的青年人愿意躺平。 再也不毁自己事业前途奋斗。 正如中联办洛惠宁主任在十一国庆前直探访基层市民。 在拆看了龙屋住户的居住环境后感叹。 亲眼见到这魔势逼的居住条件。 心情十分沉重。 安居才能落叶。 住房问题已成为香港最大的民生问题。 山隐号。 香港房屋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。 香港必须通过全社会努力达成共识。 推出更有效措施解决房屋问题。 香港不能再为了某些地产商的个别利益。 牺牲大多数市民的整体利益。 特区政府官员要有所担当有所作为。 在政策上采取更灵活的手段。 打破制约增加土地供应。 发展供应房屋的条条框框。 破解香港房屋供应不足的老难题。 事实上。 立法会各政团党派。 社会学者以至非政府组织军提出不少增加土地供应的构思。 近期政府也有一些土地供应新措施。 例如放宽新界祖堂地出售门栏等。 只要中央政府将解决香港房屋问题。 作为未来特区政府达到梁正善治的一项考核指标。 将为香港市民改善居住环境作为提升施政效能的一大推动力。 香港房屋问题必然解决。 香港成为一伙人人安居乐业摧颤的东方明珠。 请不吝点赞。 感谢观看